山徒儿转为墙台直布台湾来 新竹县竹东正戏曲公园 一棵两层楼高的老榕树 强风袭击加上病害是直接折断 压倒了一名骑车经过的女子 连同三台机车受损电线杆折断 好在骑士只有受到轻伤 一棵大树横倒在地上 树干揽腰折半 职业四散 竹东戏曲公园大榕树突然倾倒 一名富人来不及躲避被压伤 他就是被那树压倒倒下去 然后这个脚这边膝盖都黑青的 就肚子也痛压到这边 然后我的是在这边 刚好我刚离开就倒下来这样子 所以你是就幸好没有压倒 对对对 他先去就医再回来车子这样子 再去修理 老榕树六米两层楼高 直径超过四十公分 巨大树干连成年人都难以环抱 横躺挡住路 不难想象当时倒落力道有多大 山陀而台风逼近 枪风袭击加上榕树病害 直接折断倒塌 伤及树下一名骑车经过的女子 酿成挫伤 三辆机车受损 连电线杆也被压断 正公所紧急派员据述清理 云陆会负起赔偿 老榕树 一个人环抱还不够 所以这是应该有上了年纪年龄的数目 目前他已经生病了 所以在台风来之前就已经先倒下来 所以我们立即听到就马上到现场 已经请专业人士把它移除掉 往后我们也会全面检修 年龄比较大的数目 我们全镇做一个来检视 正公所表示台风来袭 将加强稳固树木并修植 也会逐一检视树木健康 防止树道危险情况再度发生